日本游客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来到科尔多瓦 三年前生活在日本的 Isabel Galiwache是蜗牛游览的创始人 她知道日本与西班牙之间的特殊连接 日本人是一人爱的 日本与西班牙旅游的日本游客高达50万 这一统计方面的数据造成了一个 关于游客参观的时空维度反思 是日本游客更接近西班牙传统 所以让他们来参观城市 这是这个被称为慢节奏旅游 它的目的是试图促进可持续发展 以及科尔多瓦旅游部门的经济增长新概念 像科尔多瓦的工匠作坊 如皮革制作和传统院落路线 在那里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纪念品 有一些日本游客可以享受类似的活动 这就是这个游客的游客 我希望我来说的游客游客 游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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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游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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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